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十年的时间实在不容易 不过我看到的都是感恩的日子 透过我们的生活将信仰结合 进入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 沿着于你们每一个的拍摄 每一个的制作 能够进入每一个家庭 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 创世电视十周年台庆特辑 过百位台前幕后的朋友 回顾和创世电视同行经历的突破性时刻 数算指引展望未来 创世电视一开台 最要面对一件大事件 就是SARS 一班嘉宾将会分享 和创世电视 如何发挥媒体宣教的力量 将关爱带到社区 进入香港家庭 请收看《创世电视十周年台庆特辑》 我们又回到创世电视十周年台庆 创世电视一开台的时候 刚刚遇见全球的SARS大爆发 为了要回应当时社会上的需要 我们就制作了很多的特辑 譬如有纪录片 访问沈祖瑶教授和医护人员 其实还有要养牧师 当年你不幸遇 感染了SARS 是呀 2003年3月 我在威尔斯8A 探了一个病人的时候 我就感染了SARS 很快就被收入院 甚至去了ICU 但是有好成绩 三个星期之后我就出院了 这么快 我算是第一批受感染的病患者 所以当时媒体就很想去访问我 想了解一下整个病情的发展 更加重要就是 原来SARS有得医的 可以出院的 希望可以鼓励当时的香港市民 当时的社会气氛 很不安和恐惧 其实不仅社会 连教会都是 比如教会想想 应不应该继续有崇拜 当时创世变时 就要来带她去做很多节目 来带她回应当时的需要 但刚开台 什么都未运作得好 那怎么办呢 Angela 你一路全程是在当中的 对啊 其实 因为当时是刚开台的 很记得当时我们人手不足 机器也刚刚埋位 并且怎样去交代 所有的东西 其实在整个运作里面 都是刚刚好像BB一个起步 但就接到一个 那么大的 我们要去拍摄 甚至好像一个 差不多直播那样 因为那边拍完 那边就要出街 并且因为每一天的资讯都不同 究竟是真是假呢 很多东西 我们其实都 但是我们有一个 管住一个心就是 因为我们相信 一个电视台表单纯 应该是娱乐 或者只是资讯 而是身心灵应该都要关心得到 那时候同事都很齐心 结果一口气 就做了十集的节目 叫做《万众同心齐抗严》 那十集 更要一个钟后会集中 就是想象到的 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相当之困难 但是我想我们本着一个心 就是很想 真是关心到这个社会 基督教信仰应该是有这个承载力 并且是关心到他们 即心灵里面的需要 是当时缺乏的 这个节目我们都觉得很有意义 并且能够带给他们的信心 和盼望 相信在灾难里面 这个是一个很需要的 就是走过去的力量 是啊 我自己觉得 当时香港整个城市 那个情绪很低落 我记得当我开始回教会 去到旺角 我教会在旺角 哇 整个旺角好像死城一样 都会都是根本 一个人都没有 哇 很可怕 可想知道整个城市 当时那种情绪是很差 而创世电视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去传递这些讯息 我自己觉得是很好 因为那些人害怕 就唯有留在家 不敢出街 而他们在家 就能开着电视 就能接收到这些讯息 因为当时那些人很紧张 这些新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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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出不了去看 是 是 是 只要靠电视的新闻 来通知他们 是 但创世电视的好处是什么呢 不单单是提供一些资讯 是在安慰人的心灵 将我们的信仰和信息 带给他们 那个时间 真的可以成为很大的作风 是 那时其实不单是在 我们创世电视那时 30台 现在15台 其实我们那时在 友善的新枝台 娱乐台 或者叫A台 现在叫一号台 并且都有播放这个节目 而那时六大传媒 其实他们都做了一个 三十六小时的 全城抗炎的新年心行动 那时其中有三集 刚才所说的一个节目 都播放了在里面 所以其实整个大中华区 其实都可以收到 这个平安讯息 其实在商场大银幕 或者在班市里面的Rosell 都可以看到 是的 那时其实我们还派发了 十万个VCD 叫做信心复活 走过非典型的日子 我们那时就聘请了冯寶寶女士 做一个主持 又访问了沈祖耀教授 并且有一位康复过来的 一个沙士的医生 行程的新医生 他们里面都包括了 很多不同的讯息 最重要就是告诉你们 虽然走过这么难的路 但凭着信心 凭着信仰的力量 都可以跨得过 是的 牧师 我想你刚刚又病好了 你的会友和你一起 经历过这段期间 其实他们知道有些可以参与 其实都应该参与了很多 是的 当时我们教会 也有去派发这些VCD 因为他们很想在那机会 去祝福他们的家人 他们的鄰舍 去传递一个 真正积极的安慰的信息 我觉得创新电视和教会 一起合作 这是一个很好的伙伴关系 直接去到一个重灾区 或者很多人都会认识 那个叫做淘大花园 就是香港的淘大花园 派发这一只光碟 那时候正正就是他们 刚刚叫隔离园回家 但他们依然都很担心 也没有人敢去那个地方 因为都担心会受感染 但也靠着神的力量 那些乙工都戴着口罩 就将这一只碟 进入信箱 当他们即使出不去 或者没什么人来探望他们的时候 当他们一打开信箱 就像一份礼物 是的 从天上而送过来的 一份平安和祝福的信息 对于他们来说 当时有很大的支持的力量 因为有人关心他们 进入他们的地方 去关心他们 我想这就是信仰给我们 这一种力量 和我们对这个社区 关心一个很实际的行动 我想很感动的 如果看到这么多乙工 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面 戴着口罩 这个场面 我想无论在淘大里面的居民也好 或者是外面的一帮大兴节目 都很被鼓励 很震撼 这帮乙工值得欣赏 虽然现在没人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但那时候没人敢走去那区 是的 就为了要派一个VCD 走到这个重灾区里面 这份的爱和牺牲精神 如果没有基督的爱激励 是做不到的 真的做不到的 而且创世电视 重播福音年组剧 《亚洲英雄》 其实在里面 是讲一帮医匯人员的真人真事故事 也邀请了很多艺人去拍摄的 是的 其实不仅仅艺人 连有个牧师要走去拍摄 是的 就好了 哈哈哈 还可以 就很好 那牧师 但我深深感受 当时有一帮艺人 例如末尔华 周凯薇 梁小冰 陶大雨 他们是很认真地去参与当中 他们也很想藉着这个剧 给予人一些正能量 我很深感受到这个电视剧 其实真的 我们真的在医院里拍摄的 是 看到他们是很认真地 来到去做这个电视剧 就很希望可以祝福到人 看到那一刻是很好 那时候其实 我想参与了演员 其实他们不单是做一个工作 就是做一个工作 而是他们真的很有心 想将自己的专业 在这个这么大的事件里面 去贡献出来 其实呢 刚才所说 我们有一个电视的 一个立刻回应的节目 就是《万宗齐同心齐抗严》 其实接着就承载到 就是去到《亚洲英雄》这个连续剧 其实之后呢 甚至乎我们也拍了一部电影 叫《天作之盒》 相信很多电视剧的观众都看过 怀祭人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实影响力 就是可能 你可以说我们 因为即时会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事件 有一个电视节目 有一个电视节目开始 再进移 去到一个叫做连续剧 再进入到一个叫做电影 其实影响力 我想影音室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平台 去发放一个讯息 于是在同一件事件里面 我们将它去祝福社区的滲透力 透过不同的评伐 不同的媒体 发挥到最大的果效 这也是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岗位 我们也会继续坚持我们的一个 坚守我们的事命继续走下去 还有这些媒体 然后做报道工作 我记得天鹿之合 我记得我和蔡小芬合作的 他讲建政 我讲道 甚至在沙士期间之后 就搞了很多报道会 《没有烧烟的战争》 我记得这些报道会 我也讲了不少场 所以看到原来虽然是一个祸患 但可以成为一个祝福 也是对影音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这么困难里面 我们可以制造好这么多的节目 其实不单单在香港 其实这些制作都去到加拿大 和新加坡的地方 是的 其实海外的华人 不单是华人 其实这是一个世界事件 对他们来说 我们拍摄的内容 那个影响力 他们都是需要 和平安的信息 都是他们很期望的 要回应社会关系 其实要达出神的爱 也都在困难里达出神的盼望 其实一直以来 都是创世电视的宗旨 我们创世电视的摄制队 我们要整装待发的 去回应社会 无论是香港、海外 都是 2001年911事件震惊全球 影音视团摄制队 前往纽约和华盛顿的现场 关心经历这次大灾难的事物 向伤心、难过的人 送上真切关心 制作带有上帝安慰 和盼望信息的节目 回应世代 制作队相信 这是作为基督教传媒的使命 而创世电视也都延续着这份使命 2004年12月南丫大海啸 四日后 摄制队出发去到重灾区采访灾情 帮助救灾进展 有制作18集电视特备节目 《惊世大海啸》 结合人生热线和网络平台 组成讨告支援网 2008年5月 民村八级强镇 七万同胞丧生 涉制队立即除救灾队伍出发 深入重灾区威民送联 节目制作后 在创世电视和亚洲电视播放 将安慰 带给香港和华南地球的观众 和在学校播放 2010年1月 海地七级地震 首都太子港 首都毁灭性破坏 过百万人聚集金食祈祷 尋求上帝 摄制队拍摄的片段 随后接触成如果还有明天意 地震启示路 鼓励人在经历重大灾难之后 仍然能够带着盼望向暖带美天 2011年311 东日本大地震大海啸 截至2012年3月11日 造成近二万人死亡或失踪 加上引发的核泄漏事故 形成复合性灾难 令十万人目家可归 摄制队去到重灾区遗民采访 并制作成纪录片《末日月宴天经地义》 除了在创世电视播放 还以DVD光碟的形式 广传给十八区教会和市民 为他们守望祈祷之余 亦都反思生命尋找平安和盼望 灾民能够走出困境 需要长期的守望支援 在地震后半年一年内的时间 都制作节目 缓醒大家的持续守望 在地震两年前职 涉制队还栽导前往灾区 关心灾民的心灵重建情况 在我服侍的时候 看到很多地方的人去灾区做义工 一开始灾民都很开心的 但开心之后就是担心 他们会问你们何时会再来 可能现在你们很关心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冷却 就没有人会再来 所以香港媒体持续地 报道他们的状况 他们就会感受到自己不是孤单 这样就可以带给他们 希望和盼望 我心想欠唱一点方 我为对准变方 还为你送上希望 回堂着每个同者 水十个堂 你不一个多 在每一次灾难里面 涉制队都希望成为一道桥 藉着采访 将真切的关怀 和平安的福音带给灾民 透过电视制作 连接不同界别的基督徒 具体分担他们的痛楚 令更多人了解他们的需要 同心守望祷告 结合大型聚会 和更多人一起 反思灾难所带出的生命启示 希望大家在座 去思想下一个问题 上帝要我们去做些什么呢 灾难面前 有爱相连 有神同在 带着上帝的盼望和平安 继续坚强走下去 在我身边有 临床心理学博士 陈国平牧师 指力推动灾后 心理辅导工作的 杜永静 杜sir 还有我们好朋友 成志 一直都关注了 社会的时事和民生 是 多谢你们几位 一路和《丧世电视》 做回应灾难的节目 将安慰的信息 带给有需要的朋友 我觉得这个是很应该的 我觉得灾难可以将人 带回一个共同的罪焦点 这个罪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灾难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些受灾者 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 神造每一个人都有 这个怜悯的心会走出来 我们如何共同去面对这些灾难 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如果你不做 就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牧师说的情况 有灾难发生的时候 其实传媒就要去报导 是 并且将那件事件 应该是要广泛地 告诉大家 还有应该是说一下 究竟来源 或者以后究竟发展是怎么样 不过我看到 在现今的传媒里面的报导 没错 他们都报导到那个事实 还有也都报导到一些 很惊人的一面 甚至一些影像 都很震撼的 是 不过很多时候我们留意到 报导完之后 他也有说一些人情世故 一些问题 一些关心 但很快就因为时间问题 或者自己本身的重点问题 就摆下了 是 我们应该要继续持续去做 我觉得 创世电视就能够霸现到这个角色 是的 我记得我在2004年10月的时候 南亚海啸 我就真正认识创世电视 他们很好 因为当时我是一个指挥 我带了一队乐团 打算找一个场地 去为了南亚海啸籌款 后来文辉他们非常无私地 就把AC号本来预计了 来做罗亚方舟的报导会 就一起合作 就做一个两天的 马拉松式的筹款音乐会 是回应南亚海啸籌款 直到这一段时间 创世电视就和我们一起去到 日本的灾区 是无据 福多是电厂的一些辅射的威胁 一起进去 去将这个爱 是能够带到给灾民 所以我们都觉得 其实好像创世电视这一类的媒体 香港是非常之有价值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媒体有很多 有些媒体去报导一些 夸张一些灾难的情况 那些情况 只会令到 可能人与人之间 会有不同的看法 有分裂 但创世电视不是 里面的内容 是带有爱 我看到创世电视那种 有爱的节目 是好像主耶稣 他关心我们一样 他不是一时一刻 突然之间 关心 只是听今天我们的祈祷 而是他24小时 是不停地 在这关心我们 每一个信徒的情况 特别如果我们遇到灾难 他会更加关心 很多时候 创世电视报导完之后 都会找一些专人来访问 其实我很多时候 都是被访问的 他们就会问 你可不可以教一下 妈妈 例如儿子很害怕 我们就会教一些方法 我觉得创世电视 他就不只是报道了一个新闻 他会看到这个新闻 这个意外 或者这个灾难 牵动到一些什么情绪 或者跟着延续出来的什么 然后就请不同的专家 来到去帮助那些人 如何在某方面 可以去处理了当事的问题 当然他们也有人生热线 或者其他的推介 去帮助那些延续 有心灵创伤 或者问题的人如何去重建 我们在右翻教会 牧师一直教导我们 得时不得时都没有必要传到 但有些人会觉得 甚至有人说 用灾难成为一个话题 都带来好像不太舒服的感觉 所以在灾难里面 其实全部有不同的 但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一直做这些节目过程当中 我们的心里面都是很难受 看到这么多问题 但我在做爱提球观察站的时候 我记得南马海市的时候 我定期固然报道是一些事实 但我们也会有一个环节 叫做跟进现时的重建的进度 这个比我一直做的时候 我看到原来重建的进度是这样的 比我有很大的鼓务 我也希望能够将这个讯息给到我们的观众 看到固然灾难是很惨 也都是里面有很多关系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盼望 因为知道上帝仍然在掌管这个世界 而且如果集合我们不同的人的力量的话 其实任何灾难我们都可以面对 有上帝的支援的话 其实面对过程当中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爱 这个在我做节目过程当中 我真的有很大的感受 其实早几年 我想大家记得 因为土瓜环未曾经催楼事件 其实《创世电视》也去探访了其中一位生患者 我们要联同牧师一起去 跟他一起祈祷 就是很希望借着祷告 去分担他的悲伤 甚至日后我们也在跟进他的个案 甚至联络教会给他回来 我记得我当时是跟《创世电视》 去四川大肥镇 有些人真的很可怜 我们有没有想过 在《圣经》《雅各书》 当有一个人没有衣服穿的时候 你说平平安回去 他没有水喝的时候 你就为他祈祷 或是我们真的要伸出援手 什么叫福音呢 福音是一个整传的福音 我们要关心他的身体的需要 我们要关心他的心灵的需要 我们要关心他的灵魂的需要 我想又不需要秘技 不要说信仰、灵魂得救 但也不可以只说一样东西 一来一来一来就说这一样东西 我想耶稣也不会是做这一样东西 耶稣先关心他 其实我记得刚刚在日本大海啸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有些事情 我们即时都去回应 即时我们要做一些报道会 即刻做报道会 甚至乎把安慰 如何面对灾难的事情去做 是的 其实我看到创世电视 特别是这个平台 至少是一个华人的圈子 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看到日本 311的大灾难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透过一些创世电视的网页 或者一些宣教士在日本当地 亦都透过你们的网页 去知道很多一些 教会当地的信息 以至到其实说真一句 我们最初去日本第一队的时候 都是透过你们的网页 去知道一些讯息 亦都在当中 能够认识到一些宣教士 所以我们在里面做一些培训 所以我觉得创世电视的平台 是对于一个基督徒 即是在华人的团体里面 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 因为我们的风音就是关怀 是的 没错 就是真理和真理有盼望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创世电视 一定要继续在这个工作上做得很好 其实在未来 专家都预计了天灾越来越多 其实我们作为一个基督教的电视台 我们如何更好去回应灾难的问题 甚至大出关怀 不如你三位给我们一些宝贵意见 我觉得我们一定不能态慢 虽然灾难我们希望出现 但正如你所说 必然会出现 出现过程中 我们不单要安慰、关心 甚至带动一些救活工作 或者一些智慧工作 最重要就像我刚才说 我们要给一些人士有盼望 是 因为我们的信仰有盼望 所以我希望我们在电视台里 福音工作在灾难之后 更加要加重 更加能够带动一些受灾的人士 认识耶稣基督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是的 另一方面我自己觉得 其实刚才也说了 譬如香港的一些媒体 大概以我们的估计 每一个灾难发生 都是大概报道2至3个星期左右 只要有一些 另一些的新闻一上的时候 已经被灾了 正如我刚才说 福多亚电厂 其实每一天都有一个人自杀 而香港是没有人知道的 我对于《创世事事》 我觉得一个期望 就是特别我见到一个这么好的节目 《地球观察站》 非常好的地方 一个节目 可以加强多一些长时间的 深入得来 或者专题化 或者一些故事 譬如有些人信主的 可以访问他们的见证 或者反过来 有一些我们去帮助人的 做人自助 我们去帮助人 可能我们的生命 反而有很多基督徒 跟我们出队之后 他都说 回来之后 对妈妈特别好 回来之后 即是珍惜 爱教会、爱家 那种感觉更加强 因为人家二十多秒 几十人都没有了 幸福不是必要 是的 所以这些是很好的信息 我自己觉得 是可以透过《创十电视》 去带给香港的公众 以至到 这些信息 我亦都相信 能够可以 让到这么多不同的中态 或者我们的教会群体 能够好像一个聚焦 一齐去在这件事里面 虽然灾难越来越多 但是我相信主耶稣 也希望我们 活在这个世代的时候 怎样能够 不单止是袖手旁观 而是能够 伸促回首 能够做到一些事情 是的 我知道圣经 从来没有说我们没有灾难 神也没有允许基督徒 不会遇到灾难 不过祂说 你有灾难是必然的 不过祂会赐你平安 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何去面对灾难 我们的态度都很重要 我们不是说去到 你们从此不会有灾难 灾难也会来 但我们如何勇敢地面对灾难 另外就是我们回来做一些训练 无论在创世电视 或者在宣教的机构里面 他们就会不断猜浅一些短期的宣教士 去到灾区 所以就不是说完了 这里也会有些训练 人生热线 一直去关怀 不单止灾区 或者受到灾区的人的影响 香港的人都会有心理的一些震荡 会有些人可能精神有问题 心理有问题 被他一滥滥起了 亦都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关心 我很赞成刚才说的那个叫重建 其实当一个灾难出来的时候 其实是很多东西要重建 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的重建 一就是生活上 物质上的重建 这个是比较快点可以看到结果的 但是心理上的重建 是需要一段长时间 因为这些是关系 亲人不见了 我们也不是说报道一次 我们怎样可以鼓动到一些延续性的重建 是心灵的重建 物质的重建 理性也要重建 还有灵魂的重建 人死了去哪里呢 我们觉得是一个重建的工程 而这个工程是透过神的爱 神的恩典和盼望 然后来重建 所以希望继续努力 知道 那我们一起努力 都需要大家的合作 才可以将盼望 真真正正带给有需要的人 十年间大众关注的议题 多不声数 下一集 陈国平牧师和黄承志 会继续分享 一直以来和仓西电视 如何紧守崗位 回应时事 将正确价值观传播给观众 心在角落战斗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 灵魂中的忧伤 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战斗 拆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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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付出我所有 拆迁我 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 再一次 紧握他们的手 很多谢创细电视 过去十年 密密耕耘 在媒体上 做了很大的努力和工作 亦都去祝福我们 香港的市民 透过圣经的真理 和生命的讯息 帮助了很多香港不同 有需要的人 特别有很多有情绪 需要的人 我知道 这班人 心里面 都很需要得到 很多的正能量 很多的真理 很多的鼓励 你们借过 创细电视的节目 和人生热线等等 都成为很大的支援 都成为很大的 人生热线